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星期一舉行會議討論免費電視牌照申請 有申請機構認為政府遲遲都未批出牌照 進度緩慢有為公眾期望 促請政府定出審批的時間表 公眾期望的是政府盡快完成審批 引入競爭為市民提供更多節目的選擇 現時審批的頓導與公眾人士的期望 存在距離 為著公眾利益 我們促請政府就發牌的最終決定定立時間表 也有議員質疑政府是因為受壓 所以拒絕開放免費電視的市場 其實這個決定已經不迅速了 已經拖了很久 是否有電視台前後公開說會控告政府 或者前後說他們如果再開放的話 令到某些電視台的商業盈利受到影響 面對一眾批評聲音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 發生人欲錄音機 一再重複牌照審批是行政會議的機密不可以對外公開 不是延遲或延誤 是要跟法律的框架和程序進行這次審批 現在是交給行為 行為是積極看這件事處理著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認為我不會定下一個時間表 行為根據程序去處理這個 我是可以說這麼多 蘇錦良強調一旦行會有決定 就會盡快公佈結果 不排除在今屆政府剩下的三星期內有消息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請在市場找到 問我 問我 是有什麼人 沒有理解 有什麼人 是有什麼人